这个是新品种 嘿 大家好 今天又来泰新市场 从诺顿山上背下来一个大火腿 自己在家是处理不了 只能来市场解足 泰新市场二楼有专门帮忙解火腿的服务 先用喷枪处理一下表面的脏东西 喷枪喷过的地方流出了油脂 然后用机器切成一块块 切开的那一瞬间肉香四溢 纹粒也非常漂亮 老板一眼看出这是云南本地品种的猪 养的时间也长 肥肉比例就高一点也更香 放置一会儿油脂就冒出来了 赶紧用塑封袋装好 上机器真空密封 回家冰箱冷冻可以吃很久 板栗已经上市了 买一点回去和火腿一起焖饭 板栗切十字下锅煮熟 卖板栗的老板说这是老品种 个头小但是特别香甜 偷吃了一个确实好吃 就是太难剥了 火腿去皮 肥肉剔掉一部分一会儿煸出火腿油 切丁可以更快出油 肥瘦部分切好备用 肥肉出油之后下小干葱 胡萝卜丁和板栗 如果懒的话也可以只放板栗 翻炒一会儿下火腿 饼饭提前泡二十分钟 滤掉水下锅翻炒均匀 加水没过食材 小火炖二十分钟 出锅前放一块黄油真香 撒上炒过的小干葱和绿色的香葱 就可以上桌了